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SJ日本提供 那因為一起很關心,現在很多人都沒有辦法塗滿 這是我今天特地拍了這影片,就是讓大家可以快速瀏覽我們場地的車輛 那我們現在就來一一回跟大家介紹吧,Let's go 第一台是2014年GD Cooper的Country Mate 這台是繁得總代理的,旅程只靠6萬而已 那比較特別的是,它是紅色車身再搭配白色屋頂 這在市場上是比較少見的 那下一台 下一台是2018年的Honda的Odys 它是七人座的,是APEC最頂級版 有Honda先進,360度環境還有自動停車組 是你最佳的出遊好夥伴喔 那下一台 下一台是2019年的5代CRE 那它是1.5渦輪的省油省碎機 然後最頂級的S版 原廠保養紀錄,目前還有新車保護中喔 那它4條米其林輪,它也是全新高換好而已喔 下一台是2017年的TorotaRAV4 2.0 然後它是最頂級的尊絕版 那只有尊絕版才有COROTA SAFETY SENSE自動安全防護系統喔 然後它的配備還有CarPlay 還有車腦典禮還有古動式的智慧定速 還有7顆安全器呢 下一台是2016年的MAXDA CX3 2.0 然後是最經典的混凍頭 那這邊這部分是要另外加價1.5萬的喔 那買二手的話就不用了 然後它是SKYG的頂級汽油版 底層只靠4萬而已 而且還有選配導航喔 下一台是2019年的NISSAN TICK 1.5 然後是自行旗艦的最頂級版 而且它是雙攝選配的喔 那如果有進去的話可以看我之前做的影片介紹 下一台是2018年的NASUGET的UGO GT 1.8渦輪 然後是AR環境版 那它是REACTION裡面就是賣的最好的 而且它配備好平價好入手 而且它還有360度環境 那下一台是2019年的HONDA HR-V 它是全新的小改款 而且它只跑1萬多而已 它是最頂級的S版 還有新車保護中 那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看我之前做的影片介紹 喔對了 它是CUV裡面空間最大的喔 下一台是2017年的C200 2.0 它是B4裡面的C-Class 那它是總代理的 里程只跑4萬而已 那配備的話有360度環境還有導航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我之前做的影片介紹 那這一台呢是全新大改款的2019年的TOKOTA Camry 那它是算是日規的 它是205的汽油豪華型 國產界的豪華房車一哥 那裡面超有質感的 配備又很好 有7顆安全氣囊 還有TOKOTA Safety Sense族的安全防護系統 有ACC還有盲點 雙電動椅還有CarPlay 那下一台呢是我們電掌自己也有開的 2016年的CMW318i 那這台也是總代理的喔 那1.5渦輪呢它也是省油省淨金 那只要百萬內就可以讓你輕鬆入主當少年董喔 下一台呢是2020年的 賽道特化版 FOCUS ST-LINE LOMO 這台呢我之前也介紹蠻多的 我其實特化可以看我之前做的影片介紹喔 下一台 下一台呢 下一台呢是2018年的 現代的SUPER ELENTRA 它是1.67渦型 那它帥氣的外型一直深受年輕的喜愛 那價格的部分也之前還蠻評價好入手的喔 下一台是女雙的最愛 就是2019年的Nissan的i PIDA 那它是旗艦版的 PIDA最有名的就是它的小車大空間 那我們這台呢它還有六庫安全氣囊 然後是免鑰匙的還有導航還有盲點 那目前還有新車寶貨中喔 好那下一台呢它是2020年的Toyota Vios 然後它也是省油省勝一哥 那我們這台呢只剩兩百多品而已喔 然後它有選特導車雷達還有檢視幕 還有前後錄的行車記錄器 那目前還有新車四年保護中喔 下一台 下一台呢是2010年的ELENTRA 那這一台是1.8的汽油環 那里程指口三萬而已 然後最頂級的旗艦型還有升級和動包 下一台 下一台 第一台是2010年的Toyota Vios 是經典版的喔 就是銀色就是非常的好照顧啦 那我們這台里程也只好八萬而已喔 這一台是國名神車 是2017年的Toyota RT4 這是金章銀版 里程指口六萬而已喔 然後配備也不錯喔 它有平六十 然後電視寶航啊 地速啊 巡迹寶華那些 這一台是2010年的ZICKROCK P180 它是1.8的了 那就是省油省碎機 那這台是總貝里的 製成只好十萬而已喔 然後它有升級C63的外觀 你眼就是不要百萬就可以輕鬆路子當少年董喔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看我今天做影片介紹 下一台 這一台是2010年的Toyota Camry 它是2.0的最頂級版 有天窗、電動椅、靜速、電視、導航 配備超級好喔 下一台是2010年的Quizfish的Groundancer 它是LVD的頂部時尚型 然後它是下國清零配備又好 像有免鑰匙、靜速、影音、導航、手機護簾 還有一個數位儀表那些 下一台 這一台是2011年的CRV 然後是2.0的 那它全車改裝進去超過10萬以上喔 有升級安卓機 然後有導航 那拉伯本一塊也有做升級 還有輕量化特攻五圈 完全是買不到賺到的 這一台是如果喜歡紅色的話 一定要超好我們這一台是2013年的BigTita 五門的 那接下來旅程呢超好 然後它是影音有升級 然後有免鑰匙、導航、導船一下 你看小車大空間的人 絕對不可以出過這一台喔 好 我們下一台 這一台是2018年的奈士捷的U5 是1.6的 它是頂級旗艦的Hi-Fi版 那這台車呢還有就是加碼雙色的 黑衣鼎 還有三台的速環景 還有自動停車輔助 下一台是2017年的Toyota的Rocco 2.4 那這也會是瑪莉大陸代表 配備輸出 還有天窗、電動輪、導航進步 那我們再來呢它是黑內裝 而且是鼻椅喔 不是像有些人是那種米內裝的那種 有一張 我們再來是黑內裝 然後鼻椅 下一台 現在是2017年的Honda CR-V2.4 那這台是墨袋小改款 一句加也一句版 然後天窗還有一句頭燈 還有一句日行燈 還有特色影像 中恆溫、影音導航 配備也不錯喔 其他還是2016年的Rocco 2.0 那這台呢 離城市有3萬元 它是豪華競爭影音版 有免鑰匙、電動與定速 導航、行險配側套牌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 所以我們以前是展場車輛做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如果你們有特別想要看哪一部車的 就是跟相線介紹的話 可以在下面就是小網站的說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歡迎就是按照分享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掰掰 喜歡趕快點 attitudes rum